第十七屆亞洲金融論壇於1月24日一連兩日在香港會展中心開幕。 行政長官尼家超在致詞中提到,今次論壇有超過40個國家的人士參與, 超越多邊合作帶來更多的機遇, 而政府今次已提出將這今次國際城市發展會議經濟和城市經濟, 以此向世界展示香港在金融、文化、舉辦國際活動等方面的獨特魅力, 沖淡國際社會對香港政治局勢的過份關注甚至誤解, 重新建立起各國對香港經濟發展前景以及市場活力的信心。 此時大力發展城市經濟,會議經濟是一種十分明智的選擇。 第一,香港本身就具有十分豐富的舉辦大型國際城市經驗, 在接待外賓,提供招商人資服務。 交通酒店配套方面已經有成熟的體系和產業鏈。 第二,通過舉辦不同主題的大型會議, 可以吸引更多海外人士親身來港體驗, 是打消外界對香港政治局勢顧慮以及對香港法治質疑的最佳方式。 第三,國際城市不單止可以吸引海外來客, 亦都可以提振本地市場的信心。 第六屆特區政府自上任後一直致力說好香港故事, 而說本身固然重要, 故事亦都要足夠精彩生命才能吸引更多傾聽者。 發展城市經濟不單要依靠香港而有優勢, 政府亦都需要創造出新的熱點。 例如貼合國際趨勢大力發展數字金融、綠色金融等等, 形成香港獨有資源, 才能讓城市經濟長勝不須, 成為香港經濟振興的穩定支柱。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,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,再見! MING PAO TORON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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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